大家好 我是插畫家借灑皮Jasmine 我的畫工很多時候都會被人說噁心 麻痹 甚至乎肉酸 醜慢地說我 而且那些我涉獵的題材很多時候都要有爭議性 亦都會引起討論 有時是一些很負面的批評 亦都會有人不同意我的觀點 我接受這些批評 但是我都不會因為這樣而不做 不會因為這樣而左右到我自己的看法 堅持做好自己的你相信的東西就可以了 有一個被人批評 被人不同意你的觀點的時候的一個關鍵 但是我就... 因為平台是我的 首先我就是畫士那個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可怕的 反而我應該更加提供一個自由的平台給大家討論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無論是什麼關係都好 男女都應該為你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可能特別女生 你更加要多些去表達自己的那個感受 有時 特別在兩性關係那裡 可能有些人不敢說 特別是女生覺得有些東西很醜怪 覺得說出來就不是一個好的女生 或者說出來就是你就不乖 但是我就覺得不需要那麼怕 特別是性方面的討論 如果大家已經比較前進的思想 已經去到身體自主 情慾自主 這些層面上面的話 我覺得更加不可以 特別是在兩性的關係那裡 更加要多些討論 女生要多些 voice out 你作為一個成年人 你也要擔當一個... 你自己是一個個體 無論男還是女都是 當男生要求不安全的性行為的時候 女生一定要say no 還有叫她戴上一個condom 因為condom是能夠預防愛知病和性病的 如果她疼你的話 就應該做這件事去保障大家 我覺得一個真的女神 是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堅持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就正如在男生要求不安全的性行為 你就會在這個時候say no 這個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你好 好 我